今天呢既是国庆节又是中秋节 你们两位能不能合作一回 好啊 好啊 因为我看你们俩特别有默契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俩斗梗的 这回谁斗谁捧呢 那这个苗富啊 远来是客肯定得让他斗梗 但是你斗哪段啊 咱们来一段学外语 学外语是吧 太好了 我没听过 那怎么合作 这个这样吧 这个我们俩是真是没排练啊 纯是急性的 对 这不是急性点的吗 而且我连大褂都没有啊 大褂没有 我给你戒绝 你还什么没有 我们都能给你戒绝 我觉得我跟你搭不了一辈子 现场跟苗富来搭一回 行吧 行吧 那今天展示的不是我们俩的艺术 主要看我们俩有多不默契 好 我们掌声欢迎吧 非常高兴啊 能跟这个邱云俊老师一起合作 您客气 原来一直看邱老师这作品 就是那个思想道德这个推广系列的 你等一会儿 什么叫思想道德推广系列的呀 做人要厚道 那对 做人要学习 做人你要这个 做人你要那个 听了好多这样的作品 我估计您站这儿也不习惯 对了 头一回 没错 这个近十来年 没怎么站过这边 两位斗根的 今天给您合作一回 对 而且那个邱云俊老师呢 是天津市曲家协会的副主席 这倒是 我是陈一生曲家协会副主席 没错 今天我们两个给您伺候一对 您看这个相声啊 都知道传统的 对 我们天津取义之乡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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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死牛绕口令 对 这两年这个相声洋气了 因为走向世界了 经常我们到国外啊 当然都主要是慰问华人 对 走向世界 哪都去呀 世界五大洲哪都去 就是有一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营绕着我 从小没好好学习这个英文呢 就是英语您差一点 差太多 不是差一点 小时候就那点词能记住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lay She's the Humming Let's the Polly 您捏了 等会儿 前面这都画左了 这Polly 我知这是那鸟啊 就那鹦鹉 这鸟你记得这么清楚 就记着这个 什么Apple啊 Bananas啊 Norange啊 Norange 就能记住这个 不行啊 去跟人家交流太费劲了 太费劲了 有一次啊 我在那国外吃饭 吃饭 哎呦 那饭我吃不惯啊 人家可能做得挺好 就那口味 吃不惯 我特别想表达一下 我内心的当时那种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得标句英文 好 Lesson Two Werey Werey 吐了是吧 他听明白了 听明白 但是现在咱得学啊 还得学 因为出去的机会多了 对对对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找这个有氛围的地方学 有氛围的地方 什么地方啊 这外国人都喜欢喝咖啡 咖啡 对 我在西安嘛 西安城也是个旅游城市 很多外国人来的比较多 找那咖啡厅 我到那语言氛围 哦 上那儿学去 比如说这咖啡厅 Sing Barker 您等会儿 我最喜欢Sing Barker 您在说什么 咖啡厅 著名的Sing Barker Sing Barker Sing Barker 这什么叫Sing Barker 这就是人家 人家叫Sing Barker 翻译的不太一样 就是Sing Barker吧 Sing Barker 咱就到这里头 外国人多 语言氛围 一下就出来了 来到这个舵旁边啊 我就想啊 来到什么旁边 舵旁边 你就说门旁边 不就完了吗 对的 对的 来到这个 氛围 氛围 来到这个舵跟前呢 赶紧给它Open了 开开了 开开了 舵呢 给它Open之后 我找一个靠Windows的地方 靠窗户的 我先S一下 我S一下之后 你先睡去了 我睡下干嘛 你不能我先S一下 我S一下 S down S down police 坐下了 为什么找一个 靠Windows的地方 S一下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这个Sing Barker 照在我的臉子上 这都什么了 到这儿了 咱就得叫人家这个服务员 服务员 对 不能跟吃面似的 货继 这不行 得叫人家那一个 特文气啊 Hello Taxi 屋里来车了是吧 哪来车 Taxi 这出租车 我们都知道这个 不是服务员叫什么来着 那叫Weater 对了 Hello Teacher Teacher 老师进来了 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说的是Weater 您说的是Weater 我没有口音 对了 Hello Weater Please朝你这边 Come on一下 您这说的是什么呀这是 他朝我过来一下 Come on一下 他拿着这个咖啡单子 就过来了 我说这个Weater Please give me Two杯咖啡 我明白了 这咖啡也不好喝呀 怎么不好喝 这Two杯咖啡吗 不是您 哪个耳朵听一下 我Two杯咖啡 你不是说要Two杯咖啡吗 我说Two杯咖啡 Two杯Two On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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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杯咖啡 两杯 两杯咖啡 两杯咖啡喝过瘾 后来在这儿学学学 时间长了还不行 那怎么着 这就发现我学英文不行了 不行了 可能岁数大也不好 记单词了 改学这个离咱近的 离咱不远有一个国家 家坡逆子 日本国 您就说日本不去吗 还家坡逆子 学着日本 那很多东西跟咱比较接近 学这个评假名骗假名 这倒有 一一五一卡七七苦七 这什么评假名啊 天天在家练啊 天天在家练 拿这个日语这个绘画手册 在家天天练 甭说 怎么样 学这个有用 有点用处 有点用 我学会了没几天啊 没几天 那天刚好下楼 我去买早点去 有两个日本人 在我们家楼下打起来了 这你用不知力来了 我拿日语 把这劝架给他就劝开了 是吗 当时的啊 各位 今儿苗佛你可来了 刚那个英语说的 我们听着可不像哪儿话 这个日语在这儿 跟我们说说 当时怎么劝的假 我告诉你嘛 两个日本人在打架 咱不能看着 在咱们国家这儿打架啊 我当时看了两个小时 我说跟他拉开吧 这还劝假看俩小时 不是我得听明白 我刚学日语 看完了 呀得 呀得 就停止 别说了 别说了 你拿一我拿的 他拿撒 他拿撒 他拿撒我拿的 你那嘎 当时制作 俩人目瞪口袋 别说啊 这前面是胡说八道 这两句有点日本味 什么日本味 就是地道日本味 地道老日本 就是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俩因为什么打起来 你怎么劝他这价呀 我不是买早点去了吗 他们第一回来中国 也想吃咱们这油条 天津叫棒水果子 果子 就想买这个 但是都想多买几根 多买几根 我说这个 我给你们分分 你们这 根据你们这个身高 口味儿 你们也吃不了那么多 我说你拿一 我拿俩 他拿撒 他拿撒 我拿俩 你拿一个 咱们刚好都分了 不是 这是您刚才说这套吗 当然是的 你拿一我拿俩 他拿撒 他拿撒 我拿撒 你拿嘎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用你们刚才下里的话说 这段下里说的特别的故的 而且我觉得苗富 会慢慢落伍上你的 这个新搭档的 我特别落伍他这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听从我们主持人 报节目的角度 你就会喜欢这样的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相声 表演者苗富英俊 苗富英俊 太棒了 太棒了 你就在夸点 您改捧人吧 对对对 以后我再来一名 我叫做真耐人 对对 那就是苗富 真耐人 对 说 幻灹 不是 好